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时期 夏商时期 两周时期 汉卫时期和隋唐时期五大部分组成展示文物真品进千件 其中在展品方面 重点突出了五万年前的大象化石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器 夏商周时期的青铜锂器 汉卫时期的彩绘陶器几百细勇 隋唐时期的彩绘越无勇 和右色鲜艳 形态各异的唐三才等 其中的夏代青铜绝 战国时期的拓金银铜鼎 北魏时期桃宿 唐代的三才灯 三才马堪称国之归宝 同时 结合运用多种现代表现手法 赋予展品以新的生命力 使展览具有雄魂大方 精巧典雅的气势和风格 再建了千年古都特殊的历史地位 并荣获国家文物局 1999年度 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石刻馆洛阳石刻造 像时代从东汉 北魏 祭堂宋明轻而不错 造像题还有十颗雕像 佛教造像 造像碑 装饰文量和神话过世的 造像多用青石 看白玉石和沙岩石雕凿 突出表现人物和动物的主要特征 或神态夸张 或清极风雨 或线条囚禁 或灵巧明害 虽风格各异 但比例协调 气韵生动 血液传神 此展览分灵墓石刻 宗教石刻 建筑 及其他石刻三个单元 石碧鞋东汉高190长297宽90厘米 1992年12月 孟金游房春书土石湖北为公元493 534年1986年洛阳蒙山出土 高106厘米吨巨状 圆征双目 须坐三缕 湾曲下垂 腹下未镂空 尾巴浮雕在臀部 为北位笑装地静灵石刻 图文由作者提供微信公众号转载 请联系后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